多哈市井赛即将揭开帷幕,中国跳水队备战巴黎奥运会,而全红禅与陈玉希的对决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作为跳水领域的三大赛事之一,市井赛不仅是金牌的争夺战,更是为了荣耀而战。 在这场激烈的比赛中,全红禅和陈玉希将彰显他们的技艺和实力,为中国跳水队赢得更多的荣誉。 奥运备战的背景下,他们将在多哈市井赛上一较高下,预示着巴黎奥运会的激烈竞争。 这不仅是一场对冠军的追逐,更是两位优秀选手之间的巅峰对决,值得我们深入关注。 在国家体育总局表彰亚运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背景下,全红禅和陈玉希的出色表现成为亮点。 中国游泳队选择放弃部分主力,而跳水队则以强大的精英阵容出征,怀揣夺取所有金台的决心。 这使得全红禅与陈玉希的绝代双交地位在本届赛事中引发了广泛关注与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亚运会上,两位选手表现出色,为中国跳水队争得了耀眼的光辉。 他们之间的对决不仅仅是记忆的较量,更是传统与新生代的碰撞。 特别是全红禅的突破性表现,总分超过450分,不仅刷新了历史记录,更为女子十米的跳台带来了一个新的高度。 全红禅和陈玉希之间形成了的良性竞争关系,不仅仅只体现出了他们的个人实力,也为中国的跳水队注入了强大的团队凝聚力。 这样的亮点将成为多哈市井赛上的一大看点。 在这场充满激情与荣誉的赛事中,两位选手将为观众带来怎样的精彩表演。 我们期待在多哈的赛场上见证他们的风采,为中国体育再添一份光彩。 年仅16岁的全红禅,以他那轻盈的身姿和优雅的动作而备受瞩目。 他的出现不仅代表着新一代跳水选手的崛起,更为中国跳水注入了新的火力。 在他年幼的背后隐藏着惊人的才华,其灵活的身体和独特的技术令人印象深刻。 全红禅以其与年龄不符的成熟表现,成为跳水领域的一颗星星。 他的每一次起跳都伴随着年轻的火力,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而在对阵中的另一位选手陈玉希,则是世锦赛三金王,以他那动作稳定、有力而充满美感的风格而为人熟知。 他的经验丰富,曾在多个世界级赛事上摘的金牌。 陈玉希的跳水动作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高超,更是融入了独特的艺术元素,使他的每次演出都充满了舞台感。